首先将您的影片加入到简映的专案中 接着把它拉到时间轴上 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文本 智能字幕开始识别 这样子就可以让简映开始为我们进行辨识 辨识出来的文字 预设呢会使用白色的 所以建议您可以把它的样式调整一下 调整完之后 所有的字幕就会全部都改成比较容易辨别的这个样式 接着我们就可以关闭它 现在我们回到简映的首页 再来执行简映字幕工具箱 那你会看到它有两个视窗 左边的是视讯专案的缩图 你会发现跟我们简映里面的是一样的 接着找到你的专案之后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它目前就是简体中文 你在缩图上面按滑鼠左键两下 就可以把它转换为繁体中文 如果你想把字幕取出的话 也可以从这里输出SRT的格式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专案里面 你就会发现这里已经变成繁体中文 如果字幕的内容有错误 我们也可以使用简映本身就有的文字工具 来进行修正 最后你可以透过刚才的方式 把字幕档汇出 或者呢就利用简映 直接把字幕压在银片里面 直接做输出 这样就完成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